张一点,人之所以痛苦,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。 二点,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,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,因为你自己的内心,你放不下。 三点,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。 四点,你永远要欢恕众生。 不论它有多坏,甚至它伤害过你,你一定要放下,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。 五点,当你快乐时,你要想,这快乐不是永恒的。 当你痛苦时,你要想这痛苦,也不是永恒。 六点,今日的执着,会造成明日的后悔。 七点,你可以拥有爱,但不要执着,因为分离是必然的。 八点,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。 九点,你失魔时候放下。 失魔时候就没有烦恼。 十点,每一种创伤,都是一种成熟。 十一点,狂妄的人有救。 自卑的人没有救。 认识自己。 相服自己。 改变自己。 才能改变别人。 十二点,你不要,一直不满人家。 你应该一直,检讨自己才对。 不满人家。 是苦了你自己。 十三点,一个人,如果不能从内心去原谅别人。 那他就永远不会心安理得。 十四点,心中装满着自己的看法与想法的人。 永远听不见别人的心声。 十五点,毁灭人,只要一句话。 陪直一个人却要千句话。 请你多口下留情。 十六点,根本,不必回头去看,咒骂你的人是谁。 如果有一条,疯狗咬你一口。 难道你也要他,下去烦咬他一口吗? 十七点,永远,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。 去想任何你,不喜欢的人。 十八点,请你用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。 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。 别人就容易接受。 十九点,同样的瓶子。 你为十磨药装毒药呢? 同样的心理。 你为十磨药充满着烦恼呢? 二十点,得不到的东西。 我们会一直以为他是美好的。 那是因为你对他了解太少。 没有时间与他相处在一起。 当有一天, 你深入了解后, 你会发现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。 二十一点活的一天, 就是如此。 很大的损失。 当我呼气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, 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。 二十二点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, 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。 你懂吗? 你懂吗? 二十三点增恨别人的一种很大的损失。 二十四点。 二十四点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。 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。 乃至于珍惜生命。 乃至于珍惜生命。 不乐解生命的人。 生命对他来说, 是一种惩罚。 二十五点。 二十五点心直是苦恼的原因。 放下心直。 你才能得到自在。 二十六点。 不要害肯定自己的看法。 这样子比较少后悔。 二十七点。 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。 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。 二十八点。 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缺点的人。 是可耻的。 二十九点。 默默地关怀与祝福别人。 那是一种无形的不知。 三十点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。 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。 通常都会有错误。